提到闪铃乐团 你可能会直接想到 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乐 还有骇人的鬼装面具 不过最近的闪铃真的很不一样 曾经18年 他们把11首经典歌曲 改编为民谣风 收起了嘶吼的黑死唱腔 他们以干净的声音 素颜面对歌迷 而且还邀请了日本民谣歌姬 袁千岁还有Banai 陈启珍 林生祥一起合作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闪铃 或许这会是你第一次 静下心来听闪铃的歌 弹着木吉他 拉着二胡 一身日式剑道服的五人乐团 可不是新人 他们是成军18年的闪铃乐团 你没听错玩重金属摇滚 站上国际舞台的闪铃乐团 最近请来陈启珍 法奈 林生祥等歌手 一起合作唱林谣 那时候Freddy打电话给我 他说这次我要好好的唱歌 然后要弄三场 你来当特别来宾 好啊 因为我也想听听看 Freddy他讲好好的唱歌是什么 以往我们看到的闪铃 就是有化妆嘛 然后声音也是 很像沙子磨过的 那这次他们把妆卸掉 然后声音回归自然 Freddy他的声音 其实还是很忠实的 从扶牢语去演变出来的那个melody 他其实有顺着这个melody做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脉络 一场北中南三地巡回的 不插电演唱会 山林以最干净的声音 素颜面对歌迷 团员们接着又花了一年 把十一首重金属风格的经典歌曲 全都改成了民谣风 我觉得找一些 本来就很会做这一种音乐类型的人 一起来做 对我们也是很好的学习 因为一走出metal这个风格以后 那个世界对我来讲太大了 对 一时之间有点没有头绪这样 在那个穆尘武德店里头 那个小黑是弹这个 他是弹 他是弹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我帮他加 那我play就会变 我play一个和声我就会变成 他的节奏是这样子啊 那所以呢 基本上play的空间就是会卡得很紧 我们几乎跟这几个老师都是这样子啊 我们会先把demo寄给他 然后像板奈他会觉得要降key或是升key 他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怎么弄会比较好 其身也是一样 他觉得他就多唱一些那个 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都是骑身响的 那我现在后来的版本 元千岁的这个版本 其实也是流着骑身的一些意义 山林自我突破 还跨海找来日本民谣歌姬元千岁合唱 多了不少意想不到的歌迷 年轻的 阿嬷也有 阿嬷也有 小孩子也有 看同我们理念的那一种 但是听不太懂metal的曲风 对 台湾这种人特别多 对 然后他现在 他终于听得懂我们在唱什么 暂时抛开熟悉的音乐风格 团员们认为收获不少 编曲的模式都不一样 那种内恋的情绪表现会更直接 对 更容易更紧张 就没有很吵的声音 除了音乐的层次以外 其实也有一种文化的层次 在欣赏闪铃的音乐 看他们平常做事的态度 还有在准备演出这么的用心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伙伴的精神 民谣版的闪铃便清静了 同时也加强了乐迷认识闪铃的机会